在台北地下街 今天來做主演 放在鄉頂8年 開到一段時間洗車會比較 這是大人的科學雙眼相機 在2012年的時候購物 那時候我煮完之後就有煎排了一支 然後我就放在他家裡就忘記了 然後就這樣就給我8年了 那因為他們有技術器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還是要幾張可以拍 但如果今天不早拍完 然後就直接拿去洗一看 看洗出來怎麼樣 好像是太久了 所以其實我也不記得我當初是有什麼底片 但沒關係 反正等他拍完之後大概不知道 那如果當時還是可以洗出來的話 其實也是很厲害 好 現在出來外面 底片我不記得是什麼 但是應該是200的ISO 所以在戶外應該是會比較好 哈囉 拍完了 拍完了 去洗 見證奇蹟的時刻 剛剛已經回完片了 所以我到底用什麼底片 自己都忘記 我用的是 哇塞 這是什麼啊 KONICA的底片 哇塞 KONICA200的底片 好啊 拿去18-18 洗出來 好 紅薯貝再拍照 立馬洗 立馬洗 我剛剛送洗完了 老闆就說應該還是洗得出來 我們就期待一下 根據老闆的分析 那個底片應該是8年以上 所以我拍的時候 他本來就已經是過期了 但他剛剛是說應該還是可以洗得出來 所以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奇蹟光臥 是這樣 我現在要來取回我的底片 其實送洗的當天晚上 店家就已經到底告訴我 說是白片了 奇蹟沒有光臨 這個就是8年幣 希望只是底片的問題 最後應該還是會拿這台 大人口水窗的裝置 再去拍自己的底片 要到時候會用新鮮的底片 這樣子就可以拍給我們出來 就這樣 喝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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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